自从杨敬明加入德云社后可以说是名利双收 作为郭德纲的师弟在后台也备受其他演员的尊重 可见杨敬明选择加入德云社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近日郭德纲的师兄金灵野也在直播时说到 自己可能也会有一天像杨敬明一样到德云社里去养老 如今说到金灵野想必很多人并不熟悉 但是说到谁和郭德纲一起拜的侯耀文 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起当年那位站在老郭旁边的翩翩君子 但让很多人感到遗憾的是 虽然同时拜师 但如今的郭德纲早已是扬名万里 而金灵野却早已销声匿迹 近日金灵野通过直播的方式回归到观众的视野 但不是说相声 而是发起了对侯家压抑许久的声讨 他在直播中痛批侯门之后极其不团结 相互拆台 自己如今从北京跑到东莞说相声 不都是因为被人逼的吗 随后他也首次谈到自己与杨敬明为何离开铁路文工团 而选择自谋发展 其中杨敬明如今早已加盟了德云社 投靠了郭德纲 这是众人皆知的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杨敬明为何选择投靠侯耀华的死对头 郭德纲 通过精灵也的描述 他们应该是遭到了侯门的排挤 尤其是来自侯耀华方面的压力 他们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然至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恩怨 精灵也与杨敬明都未曾对外提起过 但在直播过程中 精灵也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道 如今侯门相声为何没落了 甚至说那么多侯门徒弟 有几个还在说相声啊 我虽然做得不好 但我已经尽力在完成师父的遗愿 继承师父的遗愿 传承师父的遗志 才是徒弟最需要做的事情 反观 如今我师父侯耀文的徒弟 外加侯耀华的徒弟 还有几个人在坚持说相声 说到动情处 精灵也更是直接了当的 将矛头指向了一些当家人 斥责他为老不尊 只会以身份压制 有些人更是为老不尊 天天以侯门掌门人 家长的身份压这个压那个 是谁葬送了侯门一世英名 答案昭然若揭 如今相声界出了一个郭德纲 大家承认人家好就那么难吗 如果没有人家 侯家还有一点声音吗 另外汪洋老师还在直播间播放了 精灵也发给他的一段语音 其实大家也都明白 精灵也口中的唯老不尊指的是谁 正是他威胁要将其逐出师门 他正是刚过完75岁生日的侯耀华 其实看到这一幕 很多网友无不感慨 曾经风光无限的侯门 为何落到今天这份田地 更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 曾经一起败在侯耀文门下的两位徒弟 如今反而都受到了外人将其逐出师门的威胁 这是何等的滑稽和搞笑 当然没有无缘无故的仇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怨 他们之间必然有外人无从得知的矛盾 所以说至于赎对赎错 外人也不好评判 但通过近些年 作为侯门大家长侯耀华的诸多表现来看 他确实将侯门残存的威信消耗殆尽 甚至在透支侯门的声望 因为一直以侯门掌门人自居的侯耀华 近些年来没有做任何有利于取义发展的事 更甭提做出促进相声发展的事了 围绕他的各种八卦新闻不断 什么买假包 什么清理门户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最让大家感到不耻的就是 他决定要公开摆之收图何云伟 虽然目前他还没有付诸实施 但在马维福老师收图仪式上的那一番话 足以引发圈内轰动 当然这种轰动不是正面的 而是在进一步瓦解 早已支离破碎的相声节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何云伟是郭德纲的徒弟 如果侯耀华收了何云伟 这就是乱了辈分 同时也是在拉仇恨 当然何云伟在近期直播中也做出了解释 他说道 不是我不认郭德纲为师父 是他已经把我逐出师门了 并且他在直播间 一直喊侯耀华是他的师父 但客观来说 何云伟重新拜师也没有错 但不应该乱了辈分 完全可以拜一个 与郭德纲同辈的相声同行 当然大家也都明白 侯耀华为何收何云伟为徒 的言论爆出来 有句话印象特别深刻 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 有损于他人形象的话不讲 那时候的他依旧以侯门弟子的身份自处 努力维护着侯家谨慎的颜面 越于时间就有如此大的变化 就像开头精灵也说的那样 自己可能也会有一天像杨静明一样 到德云社里去养老 虽然他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但有些人做的实在过分 如果我们将目光回转 追溯侯家没落的真正起因 倒是不妨将侯宝林去世 和侯耀文去世 作为两个重要节点 也正是这二位的离去 才让侯家相声一蹶不振 郭德纲倒是在努力说着相声 但他算不算侯家的人 这还两说呢 蹦劝某些大人物 多说点相声 少压榨同门 比什么都强